字幕提供 其實我一直都主張夢是要自己解最好的 或者找你自己最好的朋友幫他解會好些 你去隨便找一個解夢師都好 其實夢是很多重性的 如果一個洋蔥這樣 其實你找一些解夢書我們幫你解 你只剝了前面那兩層 你還有很多層裡面 你要清楚你自己日常的生活 你以往的經歷你就可以解到 所以自己解是最好的 所以我主張這個 其實人是有六種意識的 顯意識即是表意識 我們現在表面那層 大約佔我們的意識的3% 很少而已 我經常以為都多 所以我們經常不斷發夢 表現出來的 表意識是你平時的 最少那層 然後有一個叫前意識 前後的前 前方的前 這個前意識就是你的習慣 第三個就是潛意識 潛水的潛 最多人說那個 是我們夢的根源 佔意識的大部分 這個就是第四個意識 叫無意識 接著就是集體潛意識 接著就是一個超意識 這六樣東西 我知道了之後 對我解夢有何好處 其實都有 例如你有些不斷發生的夢 你可能落到無意識 如果想收看更多精彩的內容 就上去mj13show.com 以65元3個月訂閱節目重溫